人民银行突然的宣布 它是一连串的措施 早上三支箭 下午一支箭 那都是很强而有力的措施 那在大陆内部 他们其实评估 房地产政策的时候 就认为说 这是有史以来最强的政策 但会不会有效果 那总共是四项 那第一个是 外界其实已经传言已久 然后其实也有朋友在问 就是说 会不会要地方政府 直接收购房子 确实现在设立了 三千亿元的基金 然后可以提供给金融机构 然后让金融机构 可以贷款给地方指定的 国有企业 然后让他们去收购 保障性住房 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的 社宅 就是你要提供给大家去做 就是配售型或者配租型的保障型住 所以他有一点点像是要去利用你的社会住宅的投资 然后呢来去库存 去这些大量的这个房地产的库存 好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这其他的三样呢 全部都是降息 就是第一个是把自备款首付 他们的首付呢降低 从第一套房的百分之二十降到百分之十五 第二套房从百分之三十降到百分之二十五 这个比台湾都要来的低哦 台湾现在自备款原则上是这个首购的话是百分之二十 如果是自备款的 如果是第二第二间房间房子的话 那就是要百分之三十 所以他等于是比台湾现在都要低五个百分点 这是自备款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取消利率下限 然后并且把他们的公积基贷 公积金贷款利率降零点二五个百分点 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大陆即是要是这个这个聘雇阶级 其实他都有提拨公积金 提拨公积金 然后同时他可以拿来作为他以后买房子的贷款 很重要的来源 好这个部分就是降息 所以降首付降息 然后同时提供专门的基金 然后去收购库存房子 好这算这么大 那你看到这个地方政府就很快的就跟进了 就是北京就立刻宣布了 这些图都是他们就是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 他们地方政府自己整理的他们的这个图 就是调整前调整后 而且北京市就你已经利用公积金贷款 然后去贷你的这个住房的这个贷款的话呢 北京市立刻下调 立刻比造 就降0.25个百分点 但上海就说明年开始执行 然后深圳说从7月1号开始执行 但无论如何就是很快的跟进 而且就立刻宣布就是降 0.25个百分点 就是第一套房跟第二套房 当然比例各自有不同啦 那么但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 有没有效市地方政府还有资金吗 因为现在地方债务的问题还是很大 第二个部分是 现在人民行是说推三千亿元嘛 人民币金额看似很大 但是够吗 那我们就要来从这两件事情来看 首先呢就是它当然不止三千亿 这个是人民行的副行长他出来说明整个政策的时候 他很详细的去讲了这个政策的细节 包括规模虽然是三千亿 但是因为他们是融资给这一些全国性银行 然后他们在根据他们的判断放款出去 所以实际上面的贷款可以达到五千亿 就是你贷出去五千亿 那这边你可以跟人民银行要三千亿做贷款 而且是低额 你看他的利率1.75% 可是你贷出去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些利率大概都百分之二点三五到百分之二点七五 所以他可以去赚这个利率差 然后然后并且后面的重点就是呢 盈亏自负 风险自负 不管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的重点就是 风险自负 所以他希望的效果是五千亿的 而且要求的是要风险自负 所以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就是 那风险自负的话能够收购全部的库存房子吗 不能 一定是好的才能收购 如果对于这个地方的刚需不够的 刚性需求不够的不可能收购 第二个部分是就总量而言可能差距非常的大 因为这边是五千亿嘛 可是在大陆的这一些证券公司 比如说像天峰证券就估计 对不起 天峰证券就估计 按照现在的去库存 所需要对应的金额大概是七兆人民币的资金 另外这边呢是深万红源研究 估算出来的资金规模大概也是七点六亿 人七点六兆人民币 所以一边是七兆一边是七点六兆 大概都在这个range范围之内 那你就会发现说五千亿恐怕是不够的 前面是因为风险自负自愿参加 所以能不能够达到五千亿都还是个问题 而且恐怕只有最好的产品才会被收购 那真的供给过于庞大 才能过剩到一定的极致的这样子的一些区域 恐怕收购都是不够的 甚至于可能不会有收购行为 所以只有在很好的地区 然后预备未来需求很大的地方才有机会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做这件事情呢 其实这跟房地产的状况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大陆是在2022年的时候推出三条红线 所以呢他们的等于说我们之前讲预售屋 他们叫做棋房 是最大量的时间点是2021年 而他们估计大概盖一栋楼大概需要三年的时间 所以今年理论上应该是交屋的最大期 就是2024年 可是你会发现已经出售 然后应该要交屋 然后但是完工的比例 现在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 这表示就保交楼的角度来讲 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而就房地产来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就是固定资产投资 其实回升已经微幅的回升至少不再跌了 那制造业的投资也在往上升 但是房地产投资的部分还在负成长 还是拖累的主因 因为房地产投资负成长 所以即便制造业投资成长百分之九点七 平均的整个的投资 年增率也只有百分之四点二 所以他要做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希望能够让保交楼这件事情 可以再增加减少问题这样子 那么减少可能的社会问题 第二个部分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一旦出现房地产泡沫之后 大概需要整理的时间 这上面是年 大概需要整理的时间呢 大概短则十五年 长则像日本的话 当时花了整个三十一年的时间 那才这个结束他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住宅投资下滑的一个情况 当然很多国家其实很快就回稳了 比如说像是澳大利亚 他大概花了六七年的时间 就已经止跌然后回稳了 而且就他的这个降幅来说 并不算特别的大 而中国大陆从2021年到现在 大概就是三年的时间 那你看这个棕色的这一条线 下滑的速度真的太快 就希望这个下滑的速度可以缓一些 我觉得是现在是中国大陆最希望做的事情 就是我先止住你 然后让那边的保交楼可以多交一点 而这边止住你 并不打算让房地产回升 但是至少拖底 希望能够达到拖底的效果 但能不能达到拖底的效果呢 我觉得很肯定的说可以跟不可以的人 我都很佩服这些人的自信性 我觉得我想要去做一些观察 第一个观察是 那个再贷款的使用率到底高不高 就是银行去跟人民银行借了钱之后 然后贷款出去 然后去做保障型收购的这一个部分 他的使用率多少 这应该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公布 他的框的规模是3000亿 然后实际带出去的是5000亿 如果到最后实际上用的就只有1000亿 那个效果一定很糟 如果供不应求5000亿之外 还可以再增加 那也许还会再增加 那那个时候我认为他就是有效的 那你说我没办法看银行指标 你去看一下逛个街 看看商品房的销售金额 这里面包括住宅也包括了这个办公大楼 商品房的销售金额能不能增加 因为他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带动民间 如果你有刚性需求 他希望你能够 这个时候不要再观望了 就可以进场了 希望用政策的方式来引导 那这个资金才会远远超过5000亿 才能够解除那一部分 去库存所需要的七兆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他需要在中国大陆内部去观察热度 我不会说他百分之百有效或者无效 我觉得是要看 对我来说我从外面 我就只能够看数据 我就是看你每一个月的销售金额 销售面积的变化 先从环比开始 就是这个月跟上个月相比 有没有增加 有没有停止下滑 有没有增加 如果停止下滑增加 再来去比年比 就同比 这个时候如果年质率 甚至于上升的话 那你可以说他最坏的状况 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那就是比较具体的方法了 好 因为这个这个政策 他当然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显示 中国大陆急于 让房地产脱离谷底 对 所以他对于房地产的刺激动作 一波接一波 那 他的政策方向很清楚 就是他要让房地产脱离谷底 那房地产的问题 对于一些的 新兴快速发展的经济体 几乎都会遇到 比如说最近的越南 我们越南 但是越南那个被判死刑的时候 首付 那个那女 好惊人 非常惊人 200多亿美元要投进去 去救那家银行 你可以讲他 他从一个几年前呢 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企业的负责人 但是因为他的政商关系 成为一个庞 庞然大物 成为全越南最大的一个房地产商 然后呢 现在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之后呢 不要说宝宝交楼烂尾楼 一大堆 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人 在在越南都都买了烂尾楼 这种的情况呢 都遇到 但是中国已经算是控制的不错 第二个就是说 中国中国在这刺激动作会不会有效 以中国的经济的体量来来讲 我建议就是说当政府的政策方向定的时候 你就不要怀疑他终极的目标能不能达成 他一定能达成目标 时间速度我不敢讲 但是他要达成目标的时候呢 就像我们在讨论美国的经济 你也不用怀疑 当他一定呢 要把经济拉起来 他一定办得到 时间的问题而已 可是所有的时间差 都只差在一个问题上面 就是什么时候让民众感觉到 你的决决决心 以及民众的信心恢复 我去看大陆的时候 刚刚奉心讲 可能实际上面要消化这些房地产 要七兆人民币 七兆人民币是什么概念 你你你你不管 你怎么样去去筹去筹钱 然后丢进房地产商里面 我丢三三千亿丢五千亿 那都是小小钱 无非都只想抛砖引玉 让大家看到正政府做了 所以信心来了 就跟着跟着进进场 那后后段的部分呢 这政府就慢慢的就 就跟就跟这就带带风向 简单讲就是政府 现在就是用一点钱在带风向 可是我认为大陆方面 现在已经砸了不少的 不用了不少的手段 砸了不少钱 其实你只要做到一件事 事情 现在二零二二四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中国大陆还是遭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超额除去 有增无减 你明明你已经呢 正政府不断的呢 就就是呢 在降降低利率的 在宽松赢根了 促进消费了 可是超额除去 有增无减 过去呢二十年里面 超额除去最高的两年 就是去年跟前年 那如果呢 如果前年 我查了统计数据 简单算一下 前年 前年的中国大陆 又增加了十七兆 对 十十七兆的储蓄 对 十七兆除下来 每个人一年多多存了 一万两两千多人民币啊 我把它用十四亿去除算 去年增加了十六点六七兆的人民币 那你简单换算就是就是 我如果可以让这些的超额除去 不要说已经在银行里面了 而是增加的部分少一点 我只要把呢 老百姓的除除去当中 赶出来百分之三 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 所以如何让老百姓减少除除除去 愿意消消费 那永远是重点 愿意消费跟投资 对就是老百姓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怕 所以他不是没有钱 他钱都放进口袋里面 他不敢花 原来被房地产都冻结了 他就更害怕 所以眼前的所有的刺激动作 都是政府自己拿拿钱出来 我觉得大陆要解决房地产问题 要倒过来 因为大陆是有超额除去的 这跟呢 这跟美美国 欧美社会不一样 美国呢 大家口袋里是没有钱的 所以你必须要政府 不停的砸砸钱进来 可是东方社会不同 东方社会 常富与移民 老百姓的钱比你多啊 嗯 你如何把老百姓的钱赶出来 比较比较重要 否则中国大陆这种的超额除去 你政府再多钱填进去也没有用 因为他自己钱是够的 其实老百姓的安全感是够的 但是信心是不够的 安全感够信心不够的就是 你如何把信心拉 赶出百分之三 问题就解决了 好 所以我们来观察商品房的销售金额面积能不能增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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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